抓起一大把米干 迅速烫熟之后 撒上肉燥 放上肉片 猪肝还有一大块蒸蛋 最后均匀浇上热汤 云南米干客人就爱这一味 他是云爹缅的美食 所以我们都是文明 还是知道 特别来拜访 修修姐妹们一起来品尝 还有豌豆制品四部曲 这一大锅吸豆粉 也是云南特色小吃 再孤化一点 切开来吃 炸成炸物都美味 还有豌豆片淋上电乳 酥酥脆脆 早上四点就开始做 四家前一天就会先抹米 抹米早上开始制作 所以我们的米干 是我们自己新鲜做的 从清晨就起来赶工 因为最近桃园龙岗 还有大节日 巷口到巷尾全部总动员 桃园龙岗最知名的米干节 在四月中开始 这次结合泰国泼水节 哈尼族的长街宴 再来还有云南火把节热闹非凡 米干节还有加包瓜那个泼水 会回念泰国那边的什么样的泼水 长街宴我们会每年都会有 大概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一起在摆着长桌上面 共同来用餐 长街宴是哈尼族的传统节日 族人置办相互感恩 分享收获的宴席 用手抓饭的行事成见 家家户户拼成六十六桌超长桌 讲授近十五道 天免 辽族加东南亚的特色菜肴 将这里的米干文化 结合各地特色分享出去 8新闻人文林博志 桃园采访报导